就给你烂到底 人家不捉 人家就是那么烂 而且烂得非常的具体 烂得非常的彻底 他烂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 烂到了你绝对不会考虑说 这场球输了会不会是在下一盘大棋呢 你绝对不会这么想 因为他烂到了已经没有下大棋的空间了 你绝对不会想到说 中国对零比七输给日本队 是在憋一个大招 还会触底反弹的 这些希望让你彻底破灭 所以这就是我喜欢中国男族的一点 烂到了极致 烂到了不能修复 所以呢 让你放弃掉所有的幻想 打破你所有的梦 我觉得这不是人家的优点吗 你们不觉得这是一个优点吗 不比某些行业要强得多 不比某些群体要强得多 第二点 他能让我们随便骂 他能让我们随便评论 而不违规 他的成绩烂吗 但是你可以随便骂 你看现在哪个行业还能让你随便批评 随便指责 随便骂的 还有没有 别的行业也烂 你敢骂吗 足球可以让你随便骂 这难道不是足球的优点吗 第三个优点 是 足球为我们的其他的行业 树立了一个标杆 这个标杆就是 人家足球是可以量化的 人家那个成绩啊 是不能造假的 是不能瞒报的 足球成绩能瞒报吗